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Donny 日朗 今天我出新碟 最近我新碟裡面有一首歌 你們好像很好喜歡 叫做傻女 我知道你們喜歡這首歌,我也喜歡 解釋一下吧 既然你們這麼喜歡我,我跟你講解一下 為什麼傻女這首歌會這樣做 其實傻女這首歌 只不過是靠近一些有戲劇成份的東西 在裡面 其實我未至於編到去歌劇 但其實加了少許戲劇的情緒 在裡面的演變 我覺得這個是我喜歡的音樂 其實我認真做的時候 我們首先用了弦樂 去把這首歌重新編曲出來 你也知道弦樂是一些很惡的音樂 如果你的歌手 沒辦法好地去唱 你根本是hold不住 處理不了它 所以到最後尾,其實傻女 不是我第一首做好的歌 但也是我最後一首錄好的歌 是因為我唱了起碼多過十次 之前的九個版本 全部都沒有要到 直到最後的一個停 當然啦 大家的迴響真的很大 認真說 其實傻女在我心裡 曾經都有想過不放進這首歌 因為覺得很擔心 怕踩界 但中間我有另一個想法 打算擺作Invisible Track 即是說 譬如你聽到第八首歌 你繼續沒有關機 接著會撈到傻女出來 而在風底是沒有這樣介紹 我有這樣想過 但後來 我發現我都是那些包牛頸 那些人 既然是越怪的東西 我就想越擺下去 所以 最後最後有Fly Me To The Earth 這首專輯 裡面沒有一首是正常的東西 如果你心血少一點 你就不要買了 你沒有人借來聽好了 因為如果2015年 你沒有聽過這首歌 你等於 可能是沒有好好的 那麼辛苦 唉 我現在都突然間覺得 音樂這些東西 我真的懂得到 我都搞到亂糟糟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 才是好的音樂 不過我會堅持做 我自己喜歡的音樂 所以在接下來 希望大家 無論是在唱片譜 或者在網上高 再聽到我新的作品的時候 希望大家能夠用一個 開懷一點的包容力 去包容我之後的作品